老闆就说一百万 如果我钱给了他们 他们不放你们怎么办 但就算公司答应付钱了 一百万美金 真的就能够搞定这一帮海盗吗 他不放我们 那是我们的命啦 认命啦 那怎么办啊 我也不会怨你 也不会怨公司啦 就要怨我们自己的命啦 听到公司的立场 终于有所松动了 吴朝义谢天谢礼 他终于看见了 获救了一次曙光 八天后 传来了好消息 吴朝义被载到了头目家 要干嘛呢 双方要签令合约 白纸黑字 那个时候还签约了 那个大头目还带我到他家去 在那边住了一个晚上 去那边签合同 公司也签字 他签字 我也签字 这样 你心里那时候会不会觉得 这也太荒谬了吧 你们真的把你们当成 是一个公司在营运 这上面还有戳张 对啊 是不是 对啊 那内容是什么 合约的内容是什么 做海盗做生意也要讲信用 不是 他意思就是说 谈出来的结果就是说 公司付100万美金 我海盗那边马上放人 绝不食言 对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